喝咸水已經喝到我去餐廳 都跟別人說不要加鹽 其實就不是只有鯊魚 但是他們出現的次數實在太多了 對比之下鯊魚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所以很多都是鯊魚 鯊魚和鯊魚 早安 然後起床就可以去學鯊鯊的學校 其實鯊鯊鯊不是一定要在這裡學 最近香港的 例如台灣 菲律賓這些 甚至在香港也是有學鯊鯊的 是上一次我去Sanzibar的遺憾 之後就有觀眾跟我說 他在香港玩的 香港也有得考牌 因為我下一站就在Tulum 我在Beliz去Tulum 其實中間就是要回來Cancun 所以在計劃行程的時候 就很順便來Cancun這間學校 而且這裡是很適合初生的 它不是一個海 它是一個旅館 最深的我的高度就來到這裡 不知不覺 其實今天也是我的最後一天 沒有打算出的這段影片 但是我拍拍一下 我又覺得可以出 所以我們來到最快一下 看看這幾天 到底發生什麼事 學成怎樣 在回顧之前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間學校的住宿是怎樣 一進來這間房間 一眼就看完 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覺得這間房間 我至少是可以上中 一進來選房間 為什麼這麼漂亮 這張桌子 是放了所有的護膚品 化妝品 為什麼這裡有個風扇 本身是沒有的 因為這裡又是沒有風筒的關係 我已經習慣了用風扇 吹頭自然光 所以就問他拿了風扇給我 因為這裡是太陽能發電的 所以他都說 就算你有風筒也不要在這裡用 因為你可能會拆光電 翌日就沒有電用了 通常沒有冷氣的地方 在南美很多都是薄癡癡的皮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蓋皮 在這裡選房間的時候 他讓我選擇樓上還是樓下 樓上就會變成高空去看 有個小樓桌 我都選擇樓下的這兩蚊網 我每次出去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不想有任何一隻蚊 飛進去 還有一個女生在這裡滑 有鎖匙在這裡進去 但我懶得帶鎖匙 我通常在窗裡數出去 在窗裡數回來 這裡都很安全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帶鎖匙 這裡也有一個餐廳 你所需的東西都在這裡 根本就不用再寫 位置也是在 所以如果你很想去Cancun的話 這條片是幫不了你的 因為我完全沒有出過 我完全不知道Cancun是怎樣的 但如果你除了會去Cancun玩之外 你也很想學KaiSurf的話 你也可以來這間Cancun的KaiSurfing學校去學 去旅行有時間的話 可以順便學一些新的技能 其實最主要是填補上去Cancun的遺憾 在這裡拿了一個Cancun 我去其他地方 我就不用說什麼上六個小時 好了 住宿就在這裡了 過到這裡就是餐廳 還有我們上課的地方 這裡是超級多小狗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小狗 但這裡也有很多蚊的關係 所以我永遠去煮完 叫我的名字 我就會馬上回到自己的房間吃 我通常會叫炒飯 又或者奇異粉 都不算貴的 這些東西 Fanana Music是超級無敵好喝的 餐廳一出去 你吃完東西就可以在這裡上課了 平時放KaiSurfing 那裡就在這裡 然後搞定這壇 之後我們就會直接在這裡出去 這個範圍只是設置 通常我們會駕駛水上電單車 去到起碼那邊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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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太陽真是不得了 如果我推回到平常的話 這個是我現在真正的膚色 我好那方面想就是 顯得牙再白一點 這裡上課每一天的行程是不定的 很多時間都是 Depends on the wind 如果我封不好 不如你不要出去學 還有要看你個人的進度是怎樣 所以都是沒有行程 但是每天就至少有六個小時的上課時間 但是因為我第一天來到的時候 都比較晚 第一天是沒有下水的 第一天純粹就是 給我看一下KaiSurfing 到底是怎樣的 扣造是怎樣的 告訴我那個Theory到底是怎樣的 要飛到去多少角度 就會怎樣怎樣 當你算是穩定了 一直到達一頂 你要注意到 你會把紅的線 你會把紅線 在你的右上 但是你會飛到 你會在這個位置 然後你會把觀察的 你會把觀察的感覺 現在這個都會把 你的示範動作 這會有一個 ブルーツ和 的tump 所以現在 我會把這個 可以來 超級買的 第一天有个简单的简介 和告诉我这些东西怎么用之后 第二天我们就可以马上出去了 对我来说就是第一天 真的接触那些飞机在水里试 我刚才觉得很难很难 他现在在看风 他觉得风不太好 所以要继续地移动 如果风好 你不用八字地移动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当风针雨上风 虽然比起 wake surf 是简单点 你不用那么多 core 和手臂的力量 但很靠彩素就是看风 那是有点太多了在尾尾 看見了,看見了 好,走 放棄 往前往 放棄 走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ly 12 o'clock You can talk about moving your hands more to the center of the bar You want to stabilize the kite in a position Very good Remember how to land the kite? Signal Okay We're going to land the kite in your three across position Tap in your hand with your right hand All about balance Balance不了 the kite And the kite is really crazy And the kite is going to fall down And the kite is going to fall down I don't know where to fall down I'm going to be with the kite I'm not going to be friends To the third day The third day is the wind The wind is a bit different The wind is a bit different The wind is a bit different So the wind is a bit different The wind is a bit different Because my third day of the beginner Is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the wind The wind is not so good So in the third day I'm going to land the second day I don't think that's normal I'm not going to land the next day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day I'm going to be back to the next day I've been as cold as a bucket of ice I've been trapped like curious eyes And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way up Into the sparkling light Going to a 12 o'clock Control, let's go 好 快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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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 快手臂 快手臂 445 445 很高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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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就在想 瘋狂地練習如何做bodyjack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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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可能當你有意外 或者波子不知飛去哪裏 你就可以靠你的bodyjack 去45度角 然後去你想要去的方向 拿回波子 但是後來關掉之後 就覺得很爽 有人好像扯著你 在水面游 好了 因為風不太好 所以在吃飯的時候 教練已經展示了風的預測 記得幾點就是這樣 而下午這個風是很弱 簡直不適合 不如你休息吧 留點力 你明天的表現會更好 你相信我吧 這樣說 兩點半開始休息 休到夜晚 好了好了 退廢了在自己的房間 誰知道去到第四天 即是我的第三天下水 真的不同了 表現 當然昨天 也是我們這個星期裏 風最漂亮的一天 是不知為什麼 那些技術是 完完全全地做得出來 也做得再好了 最重要是 完全控制到 那個kite 我已經被我遷就好了 我已經被我遷就好了 一下子已經可以踩到上滑 真的好感動 先把底部的位置 好迟dig 再次把底部的位置 好 嘍嘍 再次发出头的鞋 嘍嘍 放在一起 最终的位置 完美 太棒了 完璧 太棒了 很棒 很棒 太棒了 很棒 很棒 太棒了 很好 上去 快 又回到 可惡 Woo-hoo 喝咸水已經喝到我去餐廳 都跟別人說不要下鹽 幾乎是承認 嘗試一下 因為我有點 原來是這樣的 逐一逐一步步 知道到底是怎樣 來到下午 多過五秒 但我發現我左邊是弱一點的 我覺得自己身體的機能在學習方面的好處就是 我玩很久都不會累的 我是要結束了 可能是明天才會累的 那一刻 你那個火 我想試到成功的感覺 終於到最後 因為有個黑色的雲飄過來 應該要離開 其實這個雲飄沒有其他人 我終於 起碼有30秒 Woo-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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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起的那一刻 我呆了 我還在看著教練 去到很久了 糟了 我要停了 那我就停下了 很開心可以成功 那就可以覺得這條片可以出 好了 你現在看我穿成這樣 就是因為我今天臨走之前 也不要浪費這個早上 其實有一件事令我很喜歡學新的東西 就是每一次學 其實你都明知道 最後一定做到的 每次學新的東西 你中間一定會有一個很挫敗的感覺 學一些新的東西 都好像 就像是提醒了我的過程 一定會是這樣的 不學新的東西 我又好像忘記了 對呀 只是過程而已 好了 現在我們出去上這三個小時的課 就要拜拜 拿上箱子 而且很開心的 看的 太陽房也太百分 太陽 W 很漂亮 小龍 記法 叫作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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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 嘩嘩嘩嘩 連最後的三個小時也上完 總算成功了 左邊 但也不能很穩定地在左邊乘坐 當你上去是一個很放鬆的狀態 真的很和大自然融合的一個運動 你是完全真的 go with the flow 隨風 而且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很效你耐性 不可以你再來一次 不可以再來一次 而你不得進來之前 你每一次可能繩子都會亂了 那你又要解開它 每一次relaunch kite的時候 你是很柔軟很柔軟的 慢慢地上去 所以人是不會急的 如果你們來 Cancun 然後有興趣玩這個kite surf 上來這個五十四的camp 就可以來這裡啦 我覺得他們弄得好 而且這裡也很舒服 我不想走 現在五十四真的有點少 她在駕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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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